至少陣子 我用衝得 衝不 衝得上去 沒有因為 要先把 那個我的牽單拿到 哎哎哎 小伯烤你還不來 因為要先把我的那個 簽單拿過去工廠 所以一定要先過去 然後把工作搞定了 再來修車 來了來了 試試看用衝的 這個就不能一檔一檔退了 這個可能要一次退好幾檔 來喔!衝下去! 警示燈開一下不然太慢了 沒有看到轉速 渦輪增壓跟轉速 你這個離合器你沒有放好 有可能會斷軸等恰星之類的 現在時速大概25公里而已 現在時速大概25公里而已 終於爬上來了 呼呼! 你如果爬,沒有爬上來,你又上坡起步,離合器放掉上不去的話,你就要馬虎溜下去 正確在大平頂 來口都冷,沒有提早強檔喔,剛剛好像用退三檔,五檔,七檔 就直接七檔跳五檔,然後直接又跳三檔上來 這裡是高雄的大平頂 也稱為,人家稱為什麼?高雄的陽明山 路面也很不好 你看,沒幾噸啊,總重才四十噸五百,看那個坡有多多 擋到我後照鏡了,過來 過來一個 擋到我的小片 要去修車了 這邊都是一些住宅區啦 大概八九百萬到一千多萬,現在不知道一千萬買不買得到 應該是買不到,中古屋 可是這邊喔,有機場 聽說還蠻吵的 那個小港機場起飛,都會從大平頂這邊上空回轉 胸部不可能 以來,有機場 只要是一間的路 從大平尼的地方 這樣可以 música 所以就可以看來 沒什麼 廊往過去 損壞 阿 在這裡是長下坡 煞車要提早一點 我覺得小片的在下面比較好 因為上面看不到輪子附近 下坡人家說的用擋煞 這樣都不用踩煞車了 在這裡有一個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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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尾車的 尾車的控制器在漏氣 訊號不好吧 檔煞就是把引擎的轉速拉起來 然後靠你的引擎煞車幫你補助啊 這樣就可以減少煞車的使用率 現在車速從剛剛到現在應該都沒有超過50都在50 フェクト